Hello! 大家好! 詩人又見到你了 又可以大家 這些節目是蠻好的 看完新聞,反正都要大家 總是有些反應、總是有些意見 滿意也好、不滿也好 拿出來吐露一下心聲 人都舒暢了一點 人家說唱歌可以長壽 我覺得有機會抒發一下 對於時事不滿也好、評論也好 真心蠻舒暢的 不會弄到病 今天是2022年12月7日星期三 看看今天有什麼要問 網民也可以留言和留言 第一個就是 在昨天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召開會議 會上有很多議員提及到東南亞騙案 特別是柬埔寨那邊的問題 當中也有議員問到 持有BNO護照的港人在外地遇上困難的時候 入境處會如何協助 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重申 港府是不承認BNO護照作為身份證明文件的 簡直是說有什麼事情去找回自己國家 這個BNO是英國海外屬土公民 但是作為一個旅行證件 好像是香港市民都承認過還是取消了 現在可以拿來周圍旅行的 你可以兩個並存 用BNO走也可以 出去旅行也可以 用中國公民護照猶得 我覺得 如果拿著身份證可以不可以呢? 拿著身份證? 不可以出國 也要有護照 如果拿著護照在BNO那邊出事 我去中國領事館求救 我是香港市民 不過我是用BNO護照 應該不行 這些都要看護照的 我就這樣想應該要看護照 始終出了國 不過這個其實是因為現在英國佬玩的 說你拿著BNO我就來招呼你 5加1嗎? 5年之後又可以被你尊稱當移民 這個是對應因為你英國佬玩的 說BNO他承認你們的移民 我就不承認你了 如果他不是那麼高調 如果你拿著BNO或者加上你拿著身份證 中國領事館都會關照你的 因為如果你有香港的身份證 你居住在香港人 然後香港是中國的地方 如果他出事 在那邊 中國領事館都會關照你 我記得 好像香港留學生那樣 那時候疫情裡面 香港在英國的留學生 你只要拿著香港身份證 我是香港人 中國領事館就會給你一個藥包 給你一個福袋 說你任拿 那時候都很慣 有些學生 可能是中學生或者大學生 他們未必是拿中國護照的 有些是美國18歲的 有些是拿BNO的 中國領事館都很寬大為懷 都會照顧你們 如果你是 就算拿BNO 你過去讀書 你出事 你說我是香港人 如果真的在旅行期間出事 在這件事還未說之前 都會出手援助 海外都會出手援助 不過如果這次說明 我不知道他能否執行到 如果有個別人士說 我在那裡真的撞車 有意外 或者要求協助 或者在那些 例如東南亞的騙案裡面 我跑了出來 我什麼都沒有 我又這樣 我整天丟在BNO 我什麼都沒有 我是香港人 我是香港人 我有香港身份證 我拿到一些證明到 香港也可能會活著 鄧炳強也說到 他也知道 有一些是非永久香港居民的 例如外傭 他們不是拿特區護照 所以他也說到 我相信 好像你剛才所說 他是疫情那些 應該是會幫的 但是鄧炳強 他特別說到的 就是說 如果持BNO 港人在海外被拘捕 牽涉到 或者牽涉到領事館的事宜 就找回自己的國家 這就是知識體大 我不會和你出頭 我為什麼和你出頭 普通話 我主動幫你沒有問題 我知道你香港人 就算你持BNO也好 你住在香港也是一個居民 都會關懷一下你 但是你說出頭真的比較難 如果在這裏犯事 我記得有一套電影 就是福爾摩斯做的 叫做Benedict 說他真人真事 他說幫美國CIA做間諜 他是商人 因為CIA就找他過去跟蘇聯做生意 然後那裏有個軍官 會提供在古巴飛彈一些資料給他 叫他帶回來 那時候美國就跟英國商人 想找商人幫忙 英國就拒絕了 他說不行 他說 你自己做個人議員 總之你出了事 那時候我們國家是不會跟你出頭的 因為那邊叫你做事 現在這也是的 如果你牽涉到國與國之間 國家或者公民 我都不會出頭幫你去撐 因為牽涉到外交層面 就很複雜 分分鐘不知道有什麼不能與其情況出現 這些是很小心的 所以在國安或者保安的條件之下 這些事情不理會就好過你了 說明就好了 我覺得鄧局長的聲明是可以接受 而且是符合大部分人的意願 是 這是真的 真的 你那個英國首相 申惠奇說明 中國和英國已經結出了黃金時期 香港又是中國的一部分 現在我拿你英國海外括弧 即屬土居民的護照 你出了事就找回申惠奇 申惠奇幫忙 這很合理 申惠奇 對 你不可以輸掉贏要 你有事的時候 你就拿著BNO 然後去回中國領事館 如果你沒有事的時候 你就罵 對 不過我記得以前很多人都拿幾個護照 有英國護照 有中國護照 他去哪裡呢 就說如果我去以色列 來的人做生意 去以色列我就拿美國護照 如果不知我去巴勒斯坦 去出入境 我便拿到斯亞 那就很方便 去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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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回教國家 那邊 以前 上個世紀 真的很寬鬆 拿著幾個護照 他已經明知了 但為了入境方便 都拿著幾個護照 現在的國際大形勢 去到這麼極端 大家又 正所謂雙邊關係都沒有了 說明 事先聲明 誤做 做不到 好 這是一個合乎國情 和保護自己的利益 是一個好的方法 對 所以護照的確是有介有事的 現在當然是規管多了很多 沒有以前那麼寬鬆 但是也看到現在會收拾的事情 就是 一樣的事情說明 好像沒有說明 好像現在說太陽 沒錯 這是OK的 這是好事 鄧局長有先見之明 這是處理適宜的 是 因為之前也說 那些在英港人在英國示威 然後在中國領事館有些衝突 可能遇到這件事情 可能知道這件事情 它之後也會發生 總會有機會發生 所以現在就包好 那就是吊詭 你拿著BNO過去 然後去中國大使館示威 訂雞蛋 然後被英國警方抓了 然後那邊打官司有問題 去回香港特區辦事處 求救特區辦事處 說外交問題 轉移回中國領事館 中國領事館就說 好啊你進來 我幫你 我幫你 所以算是填補漏洞 另外一件事就是 關注國內疫情的問題 現在國內疫情之前 我們說的一直都有放寬的趨勢 在星期一的時候 甚至一些官媒也引述了 香港大學生物醫學院教授 病毒專家金東眼說 現在的新冠病毒 可以對待像季節性流這樣處理 其實也是可以的 不行的 再加上好像昨天 好像昨天我講到 袁國勇也有份 去幫忙做一些口服的新冠藥物 噴霧 噴鼻還是口服 好像是口服 預防感染新冠病毒 這個最重要就是國家承認 是 國家承認噴了 這樣就可以預防了 好像也是放了一封 這個新冠病毒 開始慢慢慢慢 傳染力就強 但是殺傷力就越來越低 就說明了 是 慢慢當它是一個季節性流 這樣看齊 至少之前是民間有這樣的聲音 但現在至少官媒也是這樣緊張 我又掉了眼鏡 是 初初那時候 上個星期 廣州說各個地區 又有什麼示威 又舉白紙 又說要防控太過嚴 我就擔心 這些地方有示威 有訴求 你知道國內的做法就是 我給你 我做主動 如果你要求 那時候還去到這麼棋硬 吵亂巴批 就硬面很難拿 多數都不給 多數都說明明都要拖拖你 即他不可以說 你一示威 我就給你 以後什麼都示威 很難搞 會不會有這樣的心態呢 現在又不是 原來法國又有幾重線如流 是 你即要即給 起碼給了多少 另外 起碼有反應 真的給你 即你符合了 陶三藏 羅家英的說法 徒弟 你要 就出聲 你要我就給 你不出聲 我不知道你要 我就不給 你要 我就給 你要多少 我就計算數 多多一點 給你 這個反應又不錯 你有出聲 我就給 而是下樓梯 逐三級而下 逐些逐些逐些 給 好像擠牙膏一樣 我覺得 是 是 有些廣州市民 好像有點 剛剛亦都遇上 算是國喪期間 在這個期間 他就慢慢放寬 變成一些焦點 在領導人離世那邊 所以上次也說 江主席走得歧視 本來那邊 在吵陰亂包排的時候 糟糕 怎樣把公關的新聞 蓋下 就要搞更大的新聞 更大的新聞 所以在這個時候走 就是走得歧視 即是 共產黨的黨員 在最後一口氣 都對國家的 局面穩定 作出了貢獻 沒錯 我以為你會說 另一套戲 就是這個 滿城盡大黃金甲 周潤發 跟周潤倫說 浸給你 你可以搖低 你浸不給你 你不可以搶 對 你出聲 我的氣不順 我預料了給你的 你到處唱我 譬如我加薪金 升你職 你到處唱 又不升我職 又不加薪金 在這樣丟一條扭令 然後你到處唱 老闆明明給你 我也收回 你也不忠心的 沒錯 那套正義湖囊 臨美那套 經常怨媽媽 不給你一間層樓 又要你改名 於是正義湖囊 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殺了父母 最後坐牢 哥哥告訴他 其實那層樓 爸爸媽媽都預料給你的 那個男主角 整套戲在德國一刻有少許內疚 香港人 好像有一個調查 如果國內真的解封 最想去哪個地方 也有一個報告 沒錯 這個就是在說 如果解封 現在發現 有些調查 就是在說內地想去哪 反而出國的意願 現在變低了 不是很想去出國 可能去東南亞 或者正華泰 那些又不用核酸檢查 那些 我以為那些一定封了 說去日本 哈日 或者去東南亞 買名牌 反而現在的報告 調查出來 訪問了四千多人之後 有過半說 最想來香港 作為他首要的出行地點 會不會是探親 很多業務 很多人 我認識的人 就是兩夫妻 太太在香港 照顧他們的兒女 而老公是內地人 本來兩邊走 這兩年 都沒回過香港 去看他們的兒女 我想 這麼喜歡回香港 我的目的 會不會主要 都是 看家人 看業務 未必是玩 都是 其實 探親 探親這個原因 但我認識更多 就是 親戚在國內 一直很想找機會回去探親 可能已經是兩年三年沒有見過 我就很想回去大陸 因為 你知道嗎 19年的時候 就是疫情之前 中港兩日最繁忙的是什麼呢 就是每個星期六 都有看樓團 就回大灣區看樓 大灣區哪裡 整個大灣區 有 本來是中山 我也經常去招呼我去的 包車費 吃費 玩一天 回香港發展商 就看中山 因為中心公路會通 中山的樓又方便 中山去領 有些買到最便宜 就去到大灣區裡面 最遠的就是邵慶 邵慶因為那裡有搞過什麼 香港城 二十幾三十萬就可以上車 那裡又說 這麼遠 但邵慶始終是 我們以前80年多開放的時候 邵慶 什麼邵慶總那些 邵慶七星癌 都是熱門旅遊地區 周圍都賣 最貴最美的就是珠海 現在珠海的樓是最美 又貴一點 我自己買了一層 就是藍沙 藍沙三年都沒有去過 那時候發展成一間IT城市 現在又通了高鐵 我三年都沒有看過那層樓 那時候都會 即是現在刺在那裡 刺在那裡 有時候人們上去 就叫地產經紀幫我 開一下電掣 開一下門 看看裡面怎樣 開門的密碼鎖都沒有電 開不了 很大件事 因為之前很多人在大阪區都賣了樓 很多都不止一層樓 一個活動很好玩的 看樓 去到那裡當旅遊 周圍看樓盤 總共你收封 接觸到最前線的經濟實況 經濟一定是古奇如黃之士 說到這裏中山又多好 地區又多好 將來怎樣發展又好 一定會說到整個大灣區 將來和深圳怎樣 這些車又怎樣 這裏是甚麼橋 那裏是甚麼橋 那裏是甚麼橋 那裏是很多東西聽的 潮門第一線 真有假油的稿 但起碼他們買樓的都是看那個 所以你說甚麼二十大樓盤那麼重要 甚麼五年計劃那麼重要 很多人看國家的計劃發展 然後敲定哪個樓盤 說這裏是否高鐵站 這裏是否發展甚麼 那裏是否高鐵站 那時候敲 我看那些報告 人家說南山也不錯 大家就去那裏買 南山也不買 那又多划算 那疫情之前真的有很多這些 很多人買了樓 還是不止一間 那這些最慘是租了 整年都沒有回去 白膠租 所以一解放 每個人都回家 先回去看看那一層樓 這裏是說內地來香港 如果解放我也很想回去 我是很想回國內住的 我一直都想 舒服 那時候一開始想的 就不是大灣區 那時候我想是在上海的近郊 因為那時候在上海讀書 也挺喜歡上海 或者近郊附近 靜靜的 現在就是大灣區 我又看過珠海 我都覺得很漂亮 珠海很漂亮 珠海很舒服 所以雖然說 不過大部分都變成了退休區 住宅區 休閒區 比較多 但是如果你去 我都問過人 如果做生意 做什麼生意最好呢 那我說是不是做 在那裏買果汁店 咖啡店 千萬不要 因為在國內都做這些生意 叫做飲食生意 是很複雜的 一個牌子很難拿的 不要像香港那樣 下水不登記 租間店 我就做文青 在那裏買下咖啡 這些是最不好的 但是可以做一個 最好做廣告企劃那種 創意那種 又不用鋪店 即他不用處理這麼多事情 然後又輕資產 沒錯 所以大灣區 都真的想得過 現在高鐵實在太方便了 南沙那裡已經有高鐵去到那裏 接著打滴滴滴滴 就回到家了 我覺得 都蠻好玩的 解封之後 我第一個都要去 但是真的要等解封先 因為現在看國內的疫情 或者放寬那裏 其實現在很多人會很有期待 就說抗疫已經三年了 這樣要解封了 但是現在看國內特別是官方的做法 他也是好像一個視點一樣慢慢解封 之前說石家莊 然後說廣州 或者山東等等不同的地區 但是現在依然是 例如重慶也算是嚴重的 現在都是每一天幾千宗 所以我看到他 就算要解封 他也是一個視點解封的 還有就是要軟著陸 慢慢慢慢鬆開 但是他都要做的 都要做的 因為人民的聲音 好像在鍋裡滾得很厲害 那個氣壓壓力都很大 要試一試氣 起碼讓人民看到 現在國家都真的在做的 都是朝著這個方向解封 至於速度是快還是慢 多還是少 真的要協調 我覺得起碼第一個反應 看到目標 起碼定了目標 真的逐步解封 如果大家合作 他們打防疫 如果打得好 感染人數不高 真的期望到春運 或者年尾的時候 解封到、通到關 那就有一個好的新元景象 但是現在說的 有機會是春節過後 但是我的梅花疫數 看到就是今年年尾 是2月 就是春天 我們是古年尾 梅花疫數古年尾 可以通到關 到時至少再去走個圈 好 那今天的要問環節 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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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來到港民環節第二節 看看香港的新聞 香港新聞 香港新聞 昨天6日 就說到關於國泰 國泰在空中服務員工會 國泰的空中服務員工會 召開緊急大會 對薪酬待遇事宜 這個工會代表在會後表示 有機會工會會採取下一個擴大的行動 視乎和脂肪磋商的情況 所以有可能會有工業行動 就是港版罷工 就會在聖誕和農曆新年前後發動 這個純粹的感覺 有些復償 復償開始了 連這些也復償 沒錯 很久沒聽過聖誕中又罷工 我年輕的時候 聖誕中買匯豐 聖誕中又罷工 國泰的工會是很厲害的 首先是第一槍 罷工要加工 不滿意 或是由大佬加成 或者跟脂肪有些要求 這幾年 這四年都沒有聽過罷工 不敢罷工 環境有份工都不知道多好 其實他們說罷工 就是說幾件事 第一就是說公司對員工的編排很混亂 這些耕表 然後外站時間越縮越短 很多時候就要即日來回不同地方 而且沒有外站津貼 而且最低的底薪只有9100元 很可憐 所以就要求加薪3.3% 這裏有一個員工最不滿意的地方 就是出貨津貼 譬如說出貨津貼 長途飛行最好 津貼最多 和時間日數長 最糟糕是偏間的時候 就是偏短途的飛行 短途一來一回就沒有 就是津貼都沒有 而且很多次都是短途飛行 即是白做 做來做都過不了那個quota 就像我們去拍電影一樣 永遠如果我們是OT 兩個半小時 包起來就馬上離開 三小時就當作一工 我們就兩個半小時 就是補了兩個半小時 兩個小時的OT 人家就說 沽寒不不不不稀 沒辦法 脂肪一定是多數為這樣 現在這個就說很不滿意 9000元 你經常飛去 好像每天都出差 飛短途的飛機 但是去下去又辛苦 他剛剛去到那個位 夠鐘了 原來都沒得OT 即是沒有津貼 就說偏僵是不是偏心 有些混亂 因人而異 這個就好像 算起來 真的要 這些員工真的不太划算 算得那麼盡 是 不過現在就是在講復蘇 以前就說有多些長途機 但是就算講講長途機也好 我都認識一些在國體做空中服務員 說的是年紀也有差不多 說的是他從之前去服務一些頭等 說的是30年前外站津貼很舒服 很開心 很開心 錢又多 然後又給你放幾天假 那些 但是現在這麼多年的趨勢 都是一直慢慢減少這些 只是現在 趨勢是阻擋不了的 只不過現在有時候 一單半單的罷工又出現 沒辦法 現在國體現在還在虧錢 是 蝕得很金 差不多 政府不住資 他都說快要倒閉 現在的股價又沒有起色 在資方方面 完全所有環境都是不利的 所以我覺得 他這個罷工其實都會很快處理到 和平處理到 所以最主要不是說 他要求他加薪 3% 對比以前也不是要求很高的 是的 他的確是流失了很多人 對比以前來說 對比以前 每個人都買定飛機票 都是聖誕新年那段時間 就是回復3年前香港人的生活水平 聖誕新年出浮 大家都在這個時間出浮 我覺得他未必會罷工得成 而且你看到全球趨勢 韓國貨車司機罷工 英國鐵路又罷工 美國也是 美國又罷工 全部都說什麼 不要罷工 政府的手段是很強硬的 不要亂來 罷工 立刻封艇抓人 韓國那些 立刻封艇抓人 美國說即炒 很多都很強硬 我覺得這個 香港未必有這樣的力 應該說 香港沒有這樣的力 但這就是一個輿情 在世界的輿論裡面 似乎有份工已經挺好的 大家剛剛開口氣 可以出浮 就給一下面子 這一樣 一定要出聲 有不滿意 一定要出聲 如果以罷工來說 國內的領導可能很腳振 如果國內有工人罷工 或者台工 你領導也不好 領導會受罰 譬如那時候爛尾樓 人出來示威 地方的領導很害怕 立刻課水 讓我們放平 我跟發展商說 不要搞大 如果在外國來說 領導有罷工 是很正常的 有管理家層面對罷工很正常 他們認為是一種必須的歷練 作為公司的公關也好 員工內部溝通也好 勞資問題也好 在外國來說 這是很常見到的管理家層 所謂危機處理 對於他們來說 是戰功分 力練得多 見得多 溝通得多 如果人家將軍打仗 你擺平的話 你的威望很高 可以放在CV上 對 他們完全看罷工 是很正面的 不像國內 或者亞洲地區 看得那麼負面 一定做得不好 人家出來玩你 如果他們擺平的話 如果他們擺平的話 那是中層管理的不好 那是中層管理的不好 如果上面的那些人談得好 從善如流 那些人真的領工是一個公分 所以這次要看看他們的危機管理 因為我看網民怎麼說這些 國泰罷工的事情 兩邊的聲音都有 如果真的要罷工 沒有全部香港人 聖誕新年留在香港 一隻手掌拍不響 就是你罷工那些 每次都是拍手 希望拍手 就是圓滿收場 我覺得這次我都會很樂觀 我覺得圓滿收場 因為 為什麼 因為你以前的罷工 經常牽涉到一些政治團體 有政治立場 那些立場就複雜了 難搞 有些組織在後面推波助瀾 是的 這次好像少了政治色彩 那純粹是一個勞資問頭 我覺得是雙方表演 雙方互相表演互動 大家又看國泰工人團體 代表怎樣去訴求 又看國泰管理階層怎樣去解決危機 所以我覺得 我說不吃花生 就是 是一個頗好的復償 的一個愛子 這些事情都要復償 復償 也要 有時看到國泰在疫情的時候 都頗慘 其實不單止 包括復償的時候也是 因為現在國泰比起以前的感覺沒有那麼高端 是的 如果你說高端的 你可能說是星航 聯誘 航空 Emerist 這些更高端 但是他又做不到廉航那種 那種便宜價 如果世界盃來說 他好像像德國 以前很棒 曾經冠軍 好像很棒 出來的架勢又有 拍頭又有 但好像劇出來的表現 這三年表現 好像都是 有些進退失去 就是拿不到方向 好像有一點鐵達來的感覺 以前買股票 我出來做事買股票 老闆經常說 節省一個錢 儲一下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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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些股票 現在買定幾隻 將來年紀老了 年紀大就很好 買什麼呢 買匯豐 買郭泰 最穩固的 就是太股 太股死了 猜不到 十年前 都仍是 每個人都張著郭泰 這五年 見到都離開了 沒錯 看一看它怎麼解決這件事 第二個消息 就是關於持續進修機 剛才也說到 我們都沒有用到這個 不要有兩萬元 我都心動動想 怎麼使用它 是 持續進修基金發生什麼事 就是說 這個持續進修基金 本來是去幫人 鼓勵你終身學習 持續進修 但是審計署最近就發現 一些培訓機構 將這些課程 以可以幫助大家移民 作為一種招來 例如水喉工 電工的課程 就說 你讀完之後 就可以去英國做水喉工 做電工 以移民作為招來 勞工局局長 孫玉咸就說 這個有關做法 和當初基金設立的目的 明顯不符 就有機會去把這些課程 取消相關的登記 是的 這就是三方面說 這些 用持續進修基金 去自我進修 那些都是一些 技術性的課程 可能是水電 整水電 裝修 或者是烹飪 或者是電腦 那些 那些 那些是真正人才 真正人才 我們隨時拿東西 家裏有些什麼 漏水 沒有電 就找這些人 都很難找 都很貴 你學識一技之常 多些培訓的人才 是真的幫助到 本地市民的需求 原來你學了這件事的時候 你走過去 填補不了人才的空缺 技術人才的空缺 那就是調戲當然不相信 第二 以前是古意有之 就是以前你學了一種技術 然後去移民 就一直都有了 我記得九七之前 那些很多 很多同事都讀的 尤其是工人俱樂部 工區 進修的課程 個個都學 做點心 做車衣 做水 做電 木工 烹飪 那些為何這麼渴視 那些移民有分 真的為了移民 真的有分 你移民去到那裡 又容易找工作 或者你在家裡 家裡很大的 你請不到水喉錢 不夠錢 請通渠佬 電工 裝修 就自己學了 那是對的 但是 你移民便移民 你學了便學 你拿持續做生基金 去學完移民 已經不相信了 那你還用大挪大鼓的機器 就說 那我移民 有嗎? 有你先學好 不用錢的 政府給的 他幫助他 他又拿到稅 那你折到頭出來 宣傳到這麼大聲 那他當然不相信了 那現在就是懲罰 你不讓你讀 就是你不要宣傳的 你不要這麼大聲說 就是你偷吃 就偷吃 你不要大大聲 很美味 又平又漂亮 你不要大大聲說出來 其實宣傳你按下了 沒有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宣傳 我們要培訓本地人才 那你說了 誰知道嗎? 宣傳正雞雞那些 就是以前有一次 那時候 將那些工廠區大廈的樓 明明是酒店 變成可以買賣 可以自己住 買酒店房間 你不要說出來 這些是 只能夠看破 不可以點破 是呀 你一雪著 雪破了就不行 穿得上 穿得上 人家沒辦法不做 一定有人投訴 跳氣不順 吳宜文 即是在等著 真的需要那些本地人 幫他裝修那些 做水電那些 你走鬼了 就不順了 或者隔壁那個 看到你這樣掠水 這樣拿錢 就不順了 人家是實篤的 這個就是 這些就是雷街坊 車房仔是雷街坊 你說你拍車沒所謂 就在這裡拍 你不要這麼囂張 現在大力訴場 大力訴場 搞得你倒閉 自己一死而謝天下 這些就是 找你來製情 拿來製情 這些 沒錯 我知道 之前你也說到 拿這些資金其實也不容易 不重要的 例如說編劇學會 所以拿來製情 你有教授 不如你拿持續進修基金 不行 不可以的 很難的 我都有時教一些編劇 我們編劇會 就和公開大學合作 就申請到一個持續進修基金 我們的課程是100小時 可以一萬多元 一萬二三元 可以分到八成 八成都是八千多元 八千多九千元 即是三千多元 就讀了一個九十多小時的課程 挺抵讀的 也叫做一技之長 提升自己創作的能力 三人說 我自己可以做 我都教編劇 我們就很難申請 一來就算個人名義 就不行 公司名言 公司都審查得很嚴格 你過去有沒有辦過課程 你財政狀況是怎樣 正規的教育機構 很正規 那就容易一些 所以你用心做 你那個數學課程 有機會的 有機會 拿到持續進修基金 好 課程會比較大 所以它都是腳軟的 所以你一出聲 那些機構 基本上都很難申請到 你竟然拿到 你都不想敲難自己犯 還有這些 你暗記了 你會很難回頭 那些 那時候有些 有些 早年的時候 常常有Arch 進修基金 即是你交人名 沒有上課 那時候有很多間 然後就拿錢 找人名回來 報了名 拿了名額 政府就沒錢 也沒有人上課 或者那些課書很污衛 很隨便 那全部呢 有一陣子 就是執法得很嚴謹 有人投訴 執法得很嚴謹 我現在呢 聽聞 有些就 假不完的 那可能呢 有些真有些假 那可能呢 有十幾個真的上課 但後面那三十個 可能是找霞姨 是啊 找霞姨 找不到 即是剃名 這位導師 明明有四十人 每次回來都是二十個人 那那個人就照剃 因為呢 你要拿那個 refund 你的attentance 最少都是九成 你如果經常不上學 那可以不給你 那又要學員考試 考試合格才會給的 譬如你要做水喉 或者做鬥木的考試 要鬥件事出來做些 那我們編劇班都要有考試 即是打架雜作 評分 然後有些 有筆試試題 溫習一下電影常識 這樣也不錯 令到大家的學習情緒 都會集中一點 不斷放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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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些人就 留了 即是有些不正規的機構 就是這樣 即是收了一百個 其實實際 那二十個 那二十個 那二十個會看到 那些沒有同學 那些老師 那個老師是發得那麼斜 原來本來就是卡拉啡 那些已經走了 那八十個不是卡拉啡 你就是卡拉啡 你出來拿你的名額來 去騙政府的錢 是的 所以現在 都是要收拾一些 所以有些事情 環境轉變了 有時你做的事情 就要小心 現在我們 即是你做的事情 真的要小心 有時你做一些 灰色的地方 去謀利 那你就不要這麼張揚 來讀我這個課程 想移民難 來讀課程 真的不可以這樣說 有時你真的要 要悶聲發大財 那時候 現在我覺得 我們香港人 看這個時勢 要跟貼一點 現在社會形勢 真是嚴肅 認真 不要 不是以前那樣 所以現在整個氣氛 現在就算是在官台做節目 都比較是大家 嚴謹一點點 就是沒有以前 為求開心 說笑 說就說 說著先 很開心 那時候很肆無忌憚 說著說著傳媒 現在很多事情 撿得很棒 我們都發覺那個風氣 其實有好有不好 好就說大家是說 不是就不要說 因為現在的資訊 這麼多fake news 免得影響到人心 是 認真 一點點 變成我都不太習慣 所以 要過來亞洲電視 做比較好 是吧 好 可以說就說 收到那些風就說 所以很多網民都喜歡 聽你的帶貨 和上公子 好 看看另一個新聞 就是 講起上公子 我想起 上個星期他就說了一則新聞 就是說 有人發現 破壞了很多金壇 應該是上個星期二 有沒有記錯 我也有聽你們說 都說不明白 為什麼突然破壞金壇 是的 已經說了幾個月了 之前說的 大家都是原案 還不是一個半個 幾百個 還有 不知道什麼目的是 你是不是又破壞人家的風水 還有這些事情很嫂妓 就是有目的而行 但他們說 有什麼目的呢 以前的金壇 你放在鄉下 那些 新界地方人士 多數有些仇家才這樣做 那時候 動一些就說 起你山墳 立即搞出大衝突出來 起山墳就不少了 破壞人的金壇 真的不害怕 那為什麼不害怕呢 現在就發現了 警方也拘捕了一個怡胸 就是說 拘捕了一個 怡胸是一個埃及籍男子 他涉嫌破壞了 從四月到現在 破壞了超過二百個金壇 還去破壞了幾個寺廟 包括沙田、葵聰、沙基灣寺廟的神像 都是打爛的 所以真的不害怕 因為外國人 你說的是非華藥人士 埃及籍 是呀 那這些是否恐怖襲擊呢 即是伊斯蘭 這也是講錯話了 伊斯蘭文化 會不會牽涉到宗教問題呢 因為埃及是伊斯蘭國家 我們傳統地方習俗 牽涉到一個人過世之後 有個宗教層面 會不會是宗教問題呢 這是地方宗教 他回教人 為何會看不過眼呢 我有興趣 真的動機是甚麼 如果我們說有利益 通常有人被騙他 那些金塔其實就是一些墳墓 就像道墓一樣 有陪葬 有些貴重物品 就是這樣騙他 去找他 那破壞寺廟呢 你有沒有發覺 有一陣子窮得 那些寺廟就有香油箱 煎香油那些 煎香油有攤 或者覺得那個神像很值錢 是古董 有些人窮起來 去攤一下神像 小時候的裝飾 或者神器 都去偷一下 真的不知道他的動機是甚麼 純粹破壞 唯一就是精神有問題 但他也不是為錢 因為他說現在的疑犯是住豪宅駕駛車的 不是那些道墓 不是那些道友 不是那些道友 就是跟上來沒錢 去買一點點來充電 又不是的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宗教方面的原因 因為你有講到神像 或者一些臉壯上的東西 因為如果你說伊斯蘭他的葬禮 喪禮是有一套規矩的 他應該不是火化 他好像是包著布 然後就埋葬 入土淮安 然後還有很多儀式 那個布也是去朝聖麥家的布 就是有很多這類儀式 我不知道他甚麼 我有興趣就是追下去 犯案的動機 令我有多欣賞 你竟然抓到那個真兇 是 他會不會是 你發覺他也不是一個低下層的貧窮人士 起碼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上照顧自己 他會不會是主謀來的呢? 買空 叫人幫忙 小孩子幫我打他 自己親手動 警方就說怎樣抓到 因為他翻查大量閉路電視的CCTV發現到 就多次同一個男子出現在那些案發現場 所以昨天就抓了這個男子 這個男子在尖沙咀那裡是一個中標商人 還有香港身份證 已經來了香港很久了 雖然他自己是可以用英文溝通 但是他也是拿著香港身份證 那是警方應機一功 這樣也能查到 譬如這些案來講 都叫做世案 有沒有牽涉到重大財物損失人民的傷亡 都是被拋在一邊的 有空才查 怕你搞什麼 在查什麼? 我在查那個打爛金塔 這些東西 有沒有牽涉到什麼 人都死了那麼久 有沒有什麼人特別投訴 你有空有空嗎? 去查哪一個人 現在證明到警方是... 都... 吸力 是嗎? 挺空閒的 這些案子都很高 頻頻又抓人 又編師 又倒往黃色駕布 反黑 反黑 反黑很嚴重 很快手 我覺得這段時間 警方行動的目標 KTP KPI KPI 那個... 目標指令做得不錯 這個案子 其實... 廢的時間 和心血都很多 首先你一定看 一定是看閉路電視 怎麼看呢? 還有N的地方 對 這麼多地方 他又不是說... 他又沒有定時犯案 你真是日日看的 我啊 我家都是裝閉路電視 我有時說 嘩! 那兩個人在哪位 我又有一個閉路電視 立到那個垃圾站 有時看到垃圾站那裡 哇! 那些毫無禮石屍 裝修的廢氣材料 全部都放在那裡 車窄都有六條 這麼大的 好像垃圾森這麼高 我說 查閉路電視拍到的 拍到他 誰放進去 他說 你檢查 整個月 怎麼看啊? 24小時 FAST FORWARD 都看到你眼睛 很難查的 所以 警方這樣看閉路電視 真是英極一功 和說 案無大小 全部根捉 老實說 是細案 你沒有空 真的不管 我在這裡 真的要殺了 瞭揚一下 警方就說 你不要亂來 是細案 不處理 死人 死了那麼久 金牌被人破壞 一樣會追查到 是 照動你 照動你 追查好 紀錄部隊這方面 真的能夠為市民放暴 做得非常 為死人 所以今天的講文環節 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第三節 我們的兩岸國際的環節 兩岸國際先看看 一個習主席的消息 剛剛過去的一個星期 中國就算是差不多舉行國喪的儀式 但是剛剛一完 昨天一完之後 今天就有傳 習主席就已經要出訪了 隨便去沙特 去沙特的峰會 而且這次還帶了一個大的訂單 說的是超過2275億港元的初步協議 會去跟沙特有機會簽署 嘩 一方面就流了口水 一方面就是啞華切齒 美國也就是啞華切齒 二千多億生意 我們這邊就是一帶一路那邊的商人 就流了口水 在這裡談得好 始終貿易這件事 互利互惠 沒有說哪一個優勢 最多就是你覺得 起碼你覺得你優勢 大家才簽署 這些是最好的 所以美國佬經常都假裝大哥 現在在那裡說 我們來做生意而已 不是好像有些人 美國佬佑華在這裡搞事 說中國屠沙特拉拜 增強影響力 今天就是外交部 立即有反應 我們做生意而已 我們不是去假裝大哥 不是好像人一般指手滑的 威權壓下來 我覺得這次 這張棋 這張棋 都行得很好 我覺得現在趁你病 拿你命 我覺得 習主席現在這個 雖然風塵破破 一放下 一解除了黑沙捕 立即就去談生意 而且這個月來講 中國好像是全球的主角 由11月初 一直殺下來殺到12月初 由東盟 G20 一直到現在的 和沙特峰會 終於是首屆 第一屆 中國和阿拉伯世界的峰會 這樣 當然說這兩千多億的訂單 有什麼生意 主要應該是石油 沙特的話 如果說石油的話 其實沙特在這年 或者這年多裡面 是很不展示美國的 不是很給面子 之前已經說到 拜登打電話又不是很聽 甚至拜登來就 冷待他 都出來見一下你 不斷意 然後又說 部分的石油可能 用其他 或者美去結算 幾件事 其實他對美國 比較冷待 現在他拒至中國和 東東地區的石油買賣 已經可以不用美金了 已經有些用人民幣 在當地貨幣 已經是不用美金了 很大的事情 不過我現在看回一點 從歷史角度去看 現在我們中國崛起 還有一個名詞 叫復興 我們不是稱霸 我們不是說帝國的侵略擴張 我們是國體自己復興 復興三百年前 甚至是六百年前 復興明朝 就是和下西洋之前 海外的貿易 海路 海上絲綢之類都很威風 清朝 乾家盛世 都是復興三百年左右 其實這裡看到 在中國文化最燦爛的時期 其實另一個文化 也是非常燦爛的 就是伊斯蘭文化 在十字軍東征之前 伊斯蘭文化 都是領導世界的 歐洲去到哪裏 去到十字軍東征的時候 才發覺 去到中東地區 土耳其 巴格特 伊朗 他們才發覺 原來 伊斯蘭的 亞歷山大港 原來 這些城市這麼漂亮 那時候 伊斯蘭文化 是很燦爛的 我覺得 現在 你中東那些 為什麼和中國 這麼朋友 這麼對話 都是被人壓抑了 五百年 幾百年 其實中國文化可以復興 我們伊斯蘭文化 都可以復興 不是西方文化 都餵了 這兩百年 才可以崛起 清霸 還有西方文化 為什麼能夠崛起 西班牙 其實就是靠了伊斯蘭文化 就是伊斯蘭國家 拿了中國的指南針 傳了西方 指南針是阿拉伯國家發明的 第一個從中國拿出來 放在航海裡 因為思綢之路 要靠指南針走 就傳了歐洲 以前的船是平底船 以及不能離開岸太遠 但是有了指南針 葡萄牙和西班牙 才可以發展海上市 我覺得 我這段時間 開了一些歷史的事情 我覺得 伊斯蘭國家 那部電影都正在來 我看到中國文化 復興 我們伊斯蘭文化 為什麼不能復興 所以兩個人很適合 因為最早在中亞 大家互相溝通的時候 由蒙古也好 應該數到唐朝 就是天黑漢的時候 唐朝的時候 很多外國人都過來中國 長安已經是世界第一大都市 去到蒙古的時候 是最高峰 因為蒙古那些蒙古 只是幾個黑漢帝國 天黑漢 打到歐洲 那裡的溝通 戰爭的政治 不要說 純粹是商業溝通 在蒙古的時候 其實都很發達 所以我覺得 現在的歷史大趨勢 下一個要復興的 是伊斯蘭文化 當然不是現在的十年八載 但是將來的趨勢 大家看到 始終他的文化 是他的基礎 以及近一百年 都是被人 好像中國文化一樣 被人悶惑 被人誤讀得很嚴重 我覺得 作為一個文化史去看 是有一點點的傾向 是 你說歷史上 很多曾經興盛的國家 都會有這份想復興的心 我想起的其中一個就是土耳其 過往這麼威風 東羅 拜占庭 全部都是響光光 亞歷山大港 亞歷山大圖書館 全世界最厲害 伊斯坦堡 是的 那時候 打遍歐亞非 波斯 對 波斯人 土耳其也是在波斯那邊 沒錯 波斯人 例如土耳其 他都會想有這樣的復興 是的 包括現在說的是一帶一路 說到傳統的絲綢之路 都是由阿拉伯 土耳其都是一脈雙城 如果有時候看國際關係 政治歷史 宏觀一點 從文化角度去看 有另一種趣味 另一種對知識的增進 都挺好的 可以這樣討論一下 沒錯 好 看看 這個出行是由今天7號到9號 在這三天裏面去做 看看之後更多的消息 然後 講完習主席的出訪 我們也看看英國方面 最近英國說的是哈里和梅根 他們將會有一個片集 會在Netflix播放 就是在說他的紀錄片 直接叫哈里和梅根 其實我看他的片段 已經很吸引眼球 因為哈里就直接說 當然他的原文是英文 但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介入皇室的這個機構 的婦女 是受到痛苦和磨爛的 是痛苦和苦的 當然他不單止說梅根 他這裏是想說他的大安娜王妃 也有說到這個機構是一個卑鄙的勾黨 他說這是一個dirty game dirty game是他的原文 所以這個紀錄片 就會在Netflix播放 首先 Netflix的紀錄片 都很有水準 很很好看 之前說Fever的那個 很好看 很大膽 由中間分明 像是看電影一樣 這次的電影 哈里和梅根 當然很好看 因為卡士強勁 卡士強勁 卡士強勁 到國際級明星 你不論一本紀錄片 一定很好看 還有 Hissle的兩代 王室 已經是世界品牌 第二 Hissle的戴安娜 他的兒子 兩代姻緣 如果加上英女王 就是三代姻緣 真的很好看 但跳遠一點說 自古以來 就算明星 加入豪門 全部都有心理準備 何況你加入黃庭裏 每個女的媳婦都沒有什麼好結果 你看看日本那個 都挺可憐的 日本那幾個王妃 在日本更加壓抑 更加多制度 不是人 都生不了兒子 壓力大到這樣 日本那些 都生不了兒子 王子和王妃公主都生不了兒子 那些事情很辛苦才能生得到 那你梅根這些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以小雲之心 我覺得由第1 加入這個王室 已經是想著有這一著 我憑直覺 想著有 他始終是明星 始終是忍不住在 這個 美光燈下的 那種 暴光的快感 傳媒的焦點 我 他第一 已經是處心積累 是 是等今天 來炸你 是 他做一個小明星 他做一個二流的電視劇的明星 是 就是跑到龍途 叫做有人認識 然後 如果他入了王室 不知道他自己怎樣選擇 他一定做不到王后 在一群王室成員裏 就坐車邊 跟出跟進 生活肯定沒有那麼多之多 或者發揮不到自己的個性 他是想著 他是不甘心 一定不甘心 一定是走出來的 我覺得他處心積累 都是玩了一段時間 是歷史流明 是 這個就是歷史流明 否則是一個普通的王室成員 很大話 叫不出名 我們剛才說 我想他的明星會直逼當年的溫山工長 是 因為 我只是想說這個 梅根他作為美國人 演員 這兩個身份 其實也會令很多人直接聯想到 當年 不愛江山愛美人 愛德華八世 的另一半 Word Simpson 都是來自美國的演員 這樣 所以現在 變成這件事 也是令到 有不少的英國民眾 不太喜歡他的原因 就是他覺得 他搞亂了王室 這樣 還有他那個 他爸爸好像是黑人 加上種族文 種族文 英國很平常 很講階級 英國不同膚色的 走進來的王室 那裡 就是 總是視覺上 都有些污染 還有現在 更大的發生 就是 威廉王子 大師 是蛇的 他支持最大的理論 就是 威廉王子 不是 哈利王子是野仔 蛇 不是 不是 查理斯親生 唯一的證據 你看到照片 我說唯一證據 就是他有沒有頭髮 開始剃頭 這個家族傳統 如果他不剃頭 就真的要檢驗DNA 少許 少許剃頭 但是他38歲 看看他40歲之後 那個禍法 跟威廉王子的禍法 跟不一樣 但是氣質 真的有點不同 氣質 好像英國人 不是那麼溫文 氣質不是那麼王室 就是有些野性 有些野性 主要是軍人 聽說這個是 他維京人 聽說是 是呀 大安娜跟保鑣 搞出來 有可能是 保鑣搞出來 就是 會不會真的 不是王室親生 所以他走不走 所以英女王出走 就由他 不認他 連津貼也不讓他 讓他自己找吃 讓他知道外面辛苦 找不到吃 就會回來 他想不到去 或者找吃 就出賣了你的家族 沒錯 因為其實在這個documentary出現之前 都已經開始醞釀著一些聲音和輿論 之前有說 他不應該帶一些未經批准的攝製隊走進去王室裡面拍攝 甚至乎查理斯就說 他現在當查理斯好像提款機一樣 然後查理斯就說 我不是銀行 沒有錢給你 已經是 老爸和兒子現在都是這樣 一定是這樣的 當然是靠老爸 當然是靠老爸 外面去 我不知道哈里皇節是怎樣遺生 都很擔心 浩門 叫做富屋窮人 你家裡就很有錢 但你個人就很窮 我覺得他挺可憐 之前偶爾我都看了一些報道 他在美國一直接觸一些上層社會人士 當然現在Netflix跟他們拍攝的時候 當然也一定會給他很多錢 之前他也認識迪士尼的CEO 想利用這些現在新的媒體平台去做宣傳 當然出書就不在話下 這個就是 你賣你的名氣 你都可以做一些商品品牌 但你的形象也要保持得很好 如果現在 你唱衰了皇室 你的形象值不值錢呢 譬如我現在簽我的經理人 我就簽你們梅根和哈里 怎樣打造這個名字呢 這些品牌是走哪條路線呢 你又不是演技派 你又不是明星 你又不是作家 你沒有製作品 比如你是老師 你又不是打造 每個學年數學課程之後 茅失頓開 數學就五星星 連不喜歡數學的 師父計數都厲害了 我現在就馬上去市場賣東西 我都證明了 我開始懂得教我兒子做數 他實際可以打造這個品牌 我不知道他純粹是靠名氣 有點像明星二代 或者是副二代 你有名氣 但你沒有演技 你沒有作品 你始終很快脫 在父母的名氣之下 就會慢慢勾 如果威廉文在兒子上升的時候 別人自己看過威廉文王子的兒子 什麼時候看到你呢 我不知道經理人 會怎樣跟他們打造這個品牌 這個也很難打造 你就是靠著名氣 在上海社會的村州過省 在這裏跟蹭 那裏跟蹭 除非你做節目主持人做得很厲害 做YouTuber 原來你口才很好 或者飲食方面 衣着方面很有品味 很毒到 你介紹的東西很棒 這樣 所以你說現在他的形象 我想有時候也顧不了這麼多 但是肯定的就是 Bad News是比沒有News好 這是其中一件事 如果你說更加直直無名 更加不受待見 又不受英國皇室待見 其實價值只會越來越低 所以他都要搞一些聲音出來 所以明利也對 我那時候入行曾志偉 經常教我們 我先拿著劇本 我說沒有錢 劇本 這部電影一定出名 一定賣錯 明利明利 我把這個名字進去 拿了名字 最佳編劇 自然就有利 明利明一定要明行先 放心 讓你出賣鏡 叫明星 明利明利 也是 明利就是明行先 有名就是有利 有利未必有名 悶聲發大財 希望他們通過這個名氣 看我怎麼走 我想都很傷腦筋 還有他們做這些 全部都是one off的事情 我一段時間就出一單 一段時間就出一單 這樣就不是一個持續的事情 不過也挺好看的 金銅玉女 起碼都叫做美女 不是脫掉頭髮 如果威廉王子和她的王妃 起碼就不太好看了 海特 海特就不太好看了 這個卡斯基隆海報 比較好看 至少她這樣推出 我真的有興趣去訂閱Netflix 是啊 你還沒訂閱Netflix 之前訂閱過 只不過近幾個月 都看不到 所以我訂的有好處 有六個戶口 有六個人看 我一加五口 家庭莊 我還給兩個家庭成員六個 起碼就有好處 如果你可以 一個人看不清楚 一個人七八十元 有點不可以盡其用 不太值 不太值 你的電影不順 始終我也是 有幾可追劇 但我幾個女兒 每天都煲東西 還要各自煲 然後煲多好東西 才告訴我 這是好東西 是星期日 很過癮 看吧 煲多好東西 給我看 我女兒 她的同學就是這樣 大家分享 找五個同學 合 合 拿個帳戶 大家一起來看 這樣就更好 有幾個 這樣就算了 這條數目也不錯 在現在的艱難環境裏面 你又要多吸收資訊 看其他劇 唯有這樣 集積成頭 大家互相分擔 分享 難怪Netflix 估計那麼差 對 現在遲些說不給 平台IP 不給你 不給夾 你不給夾 人家 Dislip Plus 或者Apple Plus 我給 那就麻煩了 我給四個 你就麻煩了 加十元給四個 你就會害怕 沒有生意來講 沒錯 所以看看Netflix 明天開始上話之後 這套劇又如何 順便說 Netflix 最近我正在播放一套 叫Wednesday 這個值得看 因為Wednesday Wednesday是誰呢 就是愛登氏家庭 那麼出色的黑色喜劇集的 那個大女兒 她很古怪 反建制 Wednesday 撕了出來 拍八集的迷你劇 賣點在哪裏 除了愛登氏家庭 這個大女兒之外 就是導演 Tim Burton Tim Burton 很久沒有新戲上話 原來 靜雞雞就拍了 一個Wednesday的劇集 好怪 第一場已經笑到 第一場 吃人魚 五劇偷 我覺得 這個也值得一追 所以是近期的 好 好 那我看看最後一單的兩岸國際消息 就是講阿根廷 但是我和上公司不同 我又不是講波 一講阿根廷 現在叫做Faceball 八強 阿根廷對荷蘭 八強入四強對荷蘭 沒錯 最後兩場我都會看 但是阿根廷就是講他副總統 副總統克里斯蒂娜 之前有最近有一個消息 就是說他被裁定 就是一個貪污罪成 就會被判監 但是當然他現在身為副總統 他有一個刑事 司法決免權 司法決免權 為什麼特意說到他呢 因為如果看回九月初的時候 他有另一單很大的新聞 就是說被行刺 而行刺得來更是 那支槍已經被他罪到他的臉 按住按住線 也凹下降 卡轄射不出來 然後才被旁邊的徐松 立刻按下 就是說這樣大命 這樣大命 以為過了一關 但是現在也有下一單說 就是貪污 在說一些收回購 就會有這樣的消息 給自己人做 那有没有查到刺客是什么目的动机去移动呢? 没有特别跟进 不然多数这些就买起来这个人 要是安培那种傻傻的,就是宗教问题 傻傻的,就是孤狼式去贪污 如果说到他有贪污,又回购佣金 给自己邮接一些国家的工程,整个集团的贪污 那刺客会不会跟这些幕后贪污集团有关呢? 就是杀人灭口,或者他分装不云 如果是这样,就很可憐 如果他去监狱,收了监狱 我想那条命就冻过水 用什么去买起囚犯就打你 如果要灭口就很容易了 所以他真的很害怕 用尽任何方法都不可以蹲监 另外他一生也很传奇 因为他早期的时候,在2003年的时候 他是第一夫人 他老公是总统 阿根廷是第一夫人 但是之后他先生就离世了 之后又被他选到做总统 这是很棒的 然后选完做总统 之后就跌倒了 然后现在又重新选到做副总统 他每次都是赢得出来的 很棒的 在权力核心里面 亂不弃 他又不肯走 人民又给他机会留下 所以这个就是民主制度的可爱与其可恨 民主制度 我老公是总统 我是第一夫人 我很熟悉 在这个政府的权力架构里面 培植到很多势力 又有财又有名 又常常曝光人民又熟悉他 然后老公过身 我又可以做到总统 这是人民的选择 只要我选举工程做得好 我形象好 你派钱买票也好 我也是通过真正的民选过程 现在看到的 民选过程都是很诱惠的 很诱惠 但是很多很愚昧的决定 都是通过一人一票选出来 选完后悔也好 不后悔也好 他永远懂得玩这个游戏 但是这个就是民主选举 尤其可爱也尤其可恨 就很难平衡了 现在因为他有多好 就是你始终民主 你说他贪污 那你各国家民主开放透明 对你就对你了 不要说谁是谁非 起码就是去审查你 整个过程都很透明 就是不会像宫廷跌血那样 一轮你关门 打大餐 我出来就搞定了 这个时候 这个过程都看到 就是又有他的好处 但是你又没办法拉他 他始终在合法地区里面 所以细势就是这样 唯有跳远一点看 就是自己从中看看 想到什么启示 所以你说南美洲 南美洲 你说他现在做总统又刺杀 如果下台的话 一没了权力又 可能会死 立即买起来 原本这些我一直以为是韩国的剧情 韩国总统适任后的剧情 但是现在变成了不同地方 所以有时候权力这件事真的要制衡 但是永远都制衡不了 民主国家都已经这么制衡 都制衡不了 他总有方法 还有就是有时候 你是不是去到那个位置 你都没办法 如果集团已经是这样 你都没办法摆脱出来 就算你 美国 特朗普 去到拜登 我们以前不知道 没有事情爆出来 过过美国总统的家族 一样有这些事情 以前没有那么确实的证据 到现在特朗普也好 拜登的儿子也好 特朗普的女儿也好 全部都是家族权力 和政府的权力 更深体股 每个人都有佩洛西 佩洛西和佩洛西的老公 为什么佩洛西的老公 家里被人打呢 就是这样的意思 是一样的 没错 所以看看阿根廷 除了在世界杯之外 看看他的政坛的动向 好 那今天的两岸国舍的环姊 先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